哈喽大家晚上好啊 我现在看到我们大概有十多位的听众朋友 大家如果能够看到我的画面还有声音的话 可以在问题的地方给我打一个一 或者随便发一个什么符号都可以 我们还有 好的能听到能看到 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开始 也稍微等一会儿到八点 等到大家人都到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开始 所以在这个之前呢 宣传一下我们的这个11月的一个重磅课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11月会在11月的三个星期四 邀请到这个我们的呃代若顾比先生 我们的呃就是算是很长时间的这么合作的一个嘉宾了 然后大家他他他会跟我们上三节课啊 11月5号11月12号还有11月19号都是三个星期四 现在我们周四啊不是设置的是我们的一个实操的课程吗 然后嗯就相当于带若顾比先生是他由他来给我们上呃11月的这四节实操的课程 然后是呃 课程的内容是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课程的详情 然后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如果大家要去报名的话可以直接扫这个二维码 或者说明天大家微信或者电话问一下我们要一个报名的链接 我们下课程的课程 然后我们的这个戴若顾比的这个课程 我们也是会有全程的这个同声传译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 戴若顾比先生他是全球的十大技术分析师之一 他研究这个技术分析已经几十年了 而且是就是挺有名望的一个人 所以说他的课程是很值得大家来上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这次课程报名 我们是会想要去比较严格的稍微审核一下 大家这个报名的真实性 所以说请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填写电话和邮箱的时候 都确保你留的电话是电话和邮箱是有效的 然后我们会经过这个手动的审核 可以扫这个右下角的二维码报名 然后我们明天也是明天周三嘛 周三我们也是有直播的 是Joy和我们的一个合作方 RJ瑞金管理合伙人徐峰会跟大家讲 这个澳洲新的财政预算当中 有哪些减税的政策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会有什么影响 对于企业来说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如何去应用好这些减税的新的政策 那Joy会给大家分析澳洲史上最大的规模的量化宽松 然后还有就是给大家也谈一下 这个2021年财政预算的隐藏的一些信息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 今天是10月27号 欢迎大家又在周二晚上的八点 来参加我们的网课 还是一个风险提示 一定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风险提示 就是说外汇延伸产品 还有杠杆产品 他们的交易都具有很高的风险 它并不适合所有人 有可能它损失会超过您的初始投入资金 您应该完全确保您了解所涉及的风险 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要去寻求独立的建议 那我们的所有活动 包括这次的网课 我们只包含一般的信息和一般性的建议 所以我们不会去考虑您个人的一个财务目标和财务状况 所以说是针对一个所有人的 不是说针对某一个人的一般性的建议 然后有需要可以去看我们网站上的这个PDS 或者说是金融服务指南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简介 我们公司成立于1998年 总部在墨尔本 然后在全球 包括墨尔本 悉尼 伦敦 迪拜等等等等 香港 台湾我们都是有分布的 是澳洲最早获得交易资格的五家经济商之一 然后我们的金融服务 牌照 我们的可以交易的产品 澳洲股票 还有美国股票 万汇 指数 黄金 原油 数字货币等等等等 我们的这个电话中文直线是03-865-806-03 澳洲官网 地址不多说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介绍 个人介绍也就不去多说了 我们经常来听我们网客 或者说经常跟我们沟通的朋友 应该也是大家也是比较熟悉了 所以就不多说了 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两天的这个一个market news 这两天其实澳洲没有很大的事情发生了 包括美国也没有特别大的事情发生 只是美国最近就是那个财政刺激方案 一会儿要谈 一会儿不谈 一会儿要谈 一会儿又不谈了 然后一会儿要出 一会儿又不出 然后再加上这段时间美国要大选了嘛 那其实大选之前一定就是会这样子的 一定就是政府啊 或者说不同的党派之间 他们就是会吵来吵去争来争去 那所面临的也一定是有市场波动 所以说在美国大选之前 我们还是要注意管理好自己的风险 当然我个人是认为在这个美国的大选啊 不管是对美国的经济的基本面 还是说对美国的股市啊 那牵涉到其他国家的像是澳洲的股市 它的影响其实会很短期 它不会去改变它的一个基本面 那但是但是它一定会加大市场的波动 尤其是像黄金啊美元这样的 比较有B线属性的那么一个资产 所以说我们也是不停的去提醒大家 我记得这两天我们早上发短信的时候 都跟大家说了 大家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控制好风险 因为美国大选就是在下周 下周三下周二是 墨尔本的维州的公共假期 大家就是注意管理仓位 那周一对于墨尔本的人来说 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墨尔本全面解封了 218天我都不敢相信已经是七个月了 超过半年的时间墨尔本已经lock down了这么久 然后突如其来就是全面解封了 然后说是零售业都已经开 不过好像我没有去City啊 但是我听说是City 现在也不是并不是所有的零售业都已经开了 因为大家也是觉得那些零售业的这个商家 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解封来的这么突然 还需要一些时间准备 然后我看到我朋友圈里面家的那个什么 那个理发店啊什么的 他们都说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做清洁 去消毒啊什么的 可能下周估计下周City就会热闹了起来 那墨尔本全面解封是昨天公布的 但是今天澳洲股市大盘还是下跌了 因为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周一的晚上 美国的这个美股跌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因为现在北半球又开始要进入冬天了嘛 疫情的反复 那美国的疫情又是这样一波一波的反复 欧洲疫情也不见转好 所以说还是有一些影响 再加上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美国的经济刺激的法案 然后再加上美国大选的因素 注定这两周这一周多吧 是一个波动比较比较大的时候 那还有周一一个比较大的澳洲股票的一个消息 就是可口可乐欧洲公司提出要以美股12.75的现金来收购 这个可口可乐在澳洲的这个公司 代码是CCL 那邀约的价格是比它本身的价格要高出20%多的 这个它之前的价格是10澳元左右 那它提出要以12块7毛5的现金去收购 那直接导致CCL周一就跳涨了嘛 然后跳涨 然后也收涨了 涨了16.3% 所以大家平时可以去关注 关注一下这些新闻 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你可以很快的做一个日内的短线 那周二今天的新闻呢 是Borrow Borrow是一个建筑公司 它的代码是BLD 它提出要把自己的一项业务 以14.3亿的价格 卖出卖一半的股权 卖给一个德国的公司 那它周二的股价就涨了大概4%左右 那可能很多人很奇怪说 为什么我要去出售我的一个业务 还涨了呢 这好像大家觉得仿佛是一件不太特别 不太利好的消息 但其实呢 我们要去看它的这个业务啊 是怎么样的一个业务 他们其实内部包括这个Borrow 他们的公司 他们的母公司 不是母公司 它有最大的股东 认为其实这个业务 它不是很优质的业务 甚至是有不良业务的这么一个倾向 所以说呢 他们是很支持去出售掉自己的不太好的业务 拿它去换现金 换大量的现金 是4.3亿的现金 那其实这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并不是不好的消息 那还有就是 我们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市场的人都知道 这个蚂蚁IPO终于要上了 价格上市已经就知道了的 这个定价是终于定下来了 A股的发行价68.8 港股的发行价是80港元 都是很吉利的数字 他就说马云终于圆梦了 为什么说马云圆梦了呢 因为当时他说 他自己说啊 这个支付宝 哦 他不是说支付宝 他说阿里巴巴因为某些原因 不能在国内上市 所以他是在美国和香港上市 不能在国内上市 那蚂蚁呢 现在来为他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他能够在A股上市 所以说是马云让蚂蚁来圆了他 很早之前的这么一个梦 那融资呢 大概是345亿美元 那机构估算了一下 他在A股上市后 蚂蚁在A股的市值 大概是2.1万亿元 是超过了茅台的 那他做的这个IPO 80%都是战略配售给机构了 那留给二级市场的 其实很少啊 只有只有20% 有人就说这个蚂蚁上这个市 都不给二级市场留一点汤喝 其实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他做IPO的公司 他本来就不是说 我要去针对散户的 对不对 他们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们能够融到资 那至于在后面二级市场 那是后来的事情 那而且这个20%留给的二级市场 他也是机构和个人都可以去 都可以去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个人的投资者 其实是不太好去参与到这个 这个蚂蚁的IPO里面的 那我们如果说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蚂蚁这个公司 或者说对于他以后有什么看法 那我个人还是觉得会比较看好的 因为我觉得他跟阿里巴巴应该是会差不多 可能是会在 可能他会逐渐逐渐这样子发力吧 然后如果说大家比较关注的话 可以在之后 之后因为当时阿里巴巴上市了之后 他在市场是差不多是沉寂了一段时间 然后经历了一些回调之后 然后刷就涨上去了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参与的话 可以在之后因为我们很难去参与IPO 那等到二级市场 我们可以去参与进去的时候 如果说有如果说蚂蚁有一定的回调 我认为还是可以去参与的 因为这个像是蚂蚁金服这种公司 你说它是科技公司 它受金融机构的监管 那你说它是金融股吧 它又不像是传统的金融机构银行什么的 那样子 它的这个生产关系生产力是远远领先的 所以说它是相当于金融和科技的那么一个结合 在监管上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说监管上有一些什么消息的话 可能会造成像是蚂蚁这种公司的一定程度的回调 比如说像是对比过来澳洲来说 当然我个人觉得afterpay是 它的科技属性太弱了 但是它就这么定位的 那如果说有一些金融机构监管的事情 那它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那但是如果说科技股的回调 它也会受到影响 那不多说了 我们说了这么久 开始今天的这个内容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三个内容 一般我的网课都是会有三个内容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会把它做的比较充实一点 因为想多讲一些东西 第一个会跟大家讲拆股和并股 它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 可能我们之前经常听到说苹果又拆股了 苹果拆了好几次股 还有像前段时间的特斯拉 它也有拆股 那拆股它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公司 它会不会影响一个公司 那为什么公司会去做拆股 或者说并股这件事情 我会跟大家讨论一下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还有一个呢 第二个会探讨一下 我们如何去寻找支撑和阻力位 因为有时候跟客户聊天客户就说哎怎么去找这个支撑和阻力位会给大家介绍几个我们 我们比较容易运用的方法去找到快速找到支撑和阻力 那还有最后一个跟大家讲一下我对澳大利亚房市的态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段时间有没有打算买买房子的因为疫情期间 墨尔本房价还是还是降了吗 降降了当然一般这种像是房价跌的比较厉害的时候 去买的去去卖房子的人会比较少啊 就是因为大家不愿意把这个房子挂出来卖吗 好第一个话题拆股和并股 那我们知道在8月份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久了 8月份的时候特斯拉8月11号的时候 他们宣布说他们要拆股 因为他们要让这个股票啊 能够更能够被这个他们的employees和investors去接受 然后呢他们8月21号就是登记日 然后8月31号的时候就是会以拆股之后的价格来进行交易 它是怎么怎么拆的 它是一拆五 什么叫一拆五呢 那假设当时当时特斯拉的价格比如说是1500美元一股啊 这是当时的价格 那一拆五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本来你有十股 本来说你有十股 然后他的单价是1500 然后呢他拆了一股拆五股嘛 那你的十股就会变成50股 然后他的价格呢 如果说在没有任何价格的波动的情况下 那就是1500除15300啊 其实看到如果说你手上是呃有十股特斯拉的话呢 那这里这是这个价值就是一万五嘛 那拆了之后你手上特斯拉的价格还是一万五 其实这个本上来说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改变的 对手上有特斯拉的 诶现在有朋友说没有声音 能听到声音吗 大家如果说能听到声音的话 给我打个字 好了啊好的 好所以说这个拆股这件事情本本质上来说 它就像一个小学生的计算题一样啊 这里这里除以五 价格除以五 股数乘以五 所以说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改变 那特斯拉他在呃上市 哦不是在拆股之前 他的 他是1.9亿股嘛 他的发行量是1.9亿股 呃1.9亿股 那拆了之后就乘以五嘛 9.5亿股 所以说他的市值是没有改变的 本来是1.9亿股 我们说是两亿股好了 两亿股乘以 当时是一千五 啊 那就是三千亿的一个市值 啊 所以说拆股之后这里乘以五 这里除以五 啊 所以他还是三千亿的一个市值 好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拆股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他是利空还是利好呢 他是一个利好 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利好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他当时啊 特斯拉在8月11号盘后公布的拆股的这个消息 那在8月12号大家可以 呃看一下 在8月12号的当天 特斯拉的股价是直接上涨了13.12% 哎 按理来说 这么一个消息对于公司的市值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啊 为什么 股价直接就飙升了13%呢 所以说我们去再看一下 那还有苹果 苹果他也是在今年7月31号的时候啊 公布了这个要一拆四嘛 一拆四公布的当天 他盘前公布的公布的当天啊 苹果的股价也直接上涨了10% 10.5% 可以看到是我啊 也是这个涂到高亮的这个地方 当天就上涨了 所以说其实说拆股来说 本质上对于一个好的公司 对于一个正常的公司 他其实是一则利好的消息 等一下我们来探讨 为什么说他拆股这件事情 对于公司来说 他是一个利好 那说到苹果啊 这里讲到苹果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苹果的这个 这个走势啊 嗯 这是苹果 对这是苹果的走势 啊他差不多 呃近 近段时间吧 呃在这里 从看到这里 这这里看到这是10月13号 10月13号的时候 差不多算是苹果的近期的一个新高 为什么 因为10月14号是苹果开发布会 是苹果开发布会 可以看到这个这个高点啊 就是苹果开发布会当天的这么一个股价的情况 历年以来从我可能大概只有19岁还是20岁的时候 暴露年龄了19岁20岁的时候 我就知道苹果他在发布会的当天 他的股价就是会跌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因为是sell sell the news 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因为在发苹果发布会之前 他的股价就是一路上涨 因为市场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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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透露出你的产品的相关信息啊 你的发布会上要讲的内容 你的各种信息 那其实等你整个发布会开完的时候 所有的好消息都已经被释放到市场里了 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大家很会有很多的人 个人和机构去获利了结 所以说在苹果发布会的当天股价一般都会下跌 所以说我当时是在10月13号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在10月13号的时候 我空了500股的苹果 空了价格是122啊 那现在这是给大家截图 现在是现在价格是100115左右 其实第二天就赚钱了 因为这这几天这这两天美国的科技股有回调吗 那如果说不看这几天 其实只看发布会的第二天第三天 其实就已经有盈利啊 只是我自己忘了去关这个单 然后美股的交易时段比较晚嘛 我晚上我就睡了 然后我就我就一直留在那里了 那其实所以说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是知道这么一些消息的话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比如说你如果是这次一样的话 在苹果发布会的前一天 你知道他呃就是会有这么一个现象 那你在那个时候你呃做空 可以不用空太多做空一点 然后呢你第二天你呃他价格跌下来了 你把它平掉啊就可以还是可以赚一些钱 好这是呃苹果的苹果这个股票的这个分享 我们回到拆股拆股这件事情 那拆股的原因有什么 那第一个拆股影不影响公司的价值 公司的这个market cap是不影响的啊 对不对 因为我说了他只是他把股数变多 股价变低 一个乘五一个储五 他的总的市值是肯定不影响的 所以说这方面是不影响的 他也不影响公司的基本面 他什么都不影响 那为什么他还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呢 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公司 他要去做这个拆股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啊就是说 呃我去公司拆股 他主要最主要最大多数的情况 就是为了去增加一个股票的流动性和可负担性 因为呃比如说像是特斯拉 他1500美元一股 其实对于很多散户来说 他可能会觉得呃有点贵 对不对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我只去交易 0.5股 所以说呢当这个股票价格比较低的时候 他更能够去吸引散户 那虽然说美股他是可以一股一股的这样去买卖的 那但是呢 比如说像是机构或者说一些比较啊 投资经验比较长的一些啊投资者 他们会去做对冲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去用期权对冲 那期权基本上一个合约对应的是100股 100股 那如果说特斯拉以1500美元的价值 他的100股的话 那是15万美元 所以说呢单股价格比较高 对于散户来说可负担性是差一点的 那他做一个拆分的啊 这么一个举动呢 把股票单价降低 可以吸引一些散户啊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还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有一些公司他觉得啊 自己这个股票发行的时候 发行的这个股数少了 他可能会去做一个拆股 增加一下这个发行的股数 其实本质上来说也是增加股票的流动性 对在市场上流动的股票更多了 那还有个呢 就是对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 比如说我记得当年是奈飞吧 奈飞他做过一个一拆二 就是把他的股票从10块钱拆到5块钱 那你觉得 为什么他的价格又没有很高 10块钱拆到5块钱而已 又不像特斯拉苹果 那么贵 那他其实是想给市场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 就是说我今天把我的股票从10块钱拆为两股 拆到5块钱 那是因为我很有信心 他还会再涨到10块钱的 这是为对市场传递那么一个信号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吸引机构的投资者 这个原因会比较复杂 比如说苹果他在2014年的时候 也做过一次拆股 他那个时候的拆股啊 其实就不是纯粹的为了去增加流动性 为了让散户更能够负担 他其实是为了去吸引机构的投资者 怎么说呢 他去拆股 他当时在拆股的同时啊 他当时在拆股的同时 他还去做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发放了股息 第二件事情他是去做了股票的回购 发放股息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成长型的这个科技公司 他是不会发放股息的 对不对 他会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一年的利润 都投入到新的公司的发展上 所以说他是不会发股息的 那一般像是比较稳定的公司 已经过了高增速阶段的公司 他才去会发放股息 然后所以说他当年发放了现金股息 还做了一个回购 回购就是说让市面上流通的 这个Shares Outstanding变少了 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呢 他这样子可以让他的股票的价格降低 然后呢 他是想要去做一个成长性公司 像价值性公司的转换 因为当他的这个股票 他做了回购之后啊 他的股票股票数量减少 他的Earnings Per Share 每股的盈余 每股的那个叫什么 Earnings Per Share的中文叫什么 忘记了Earnings Per Share 他就变多了 那Earnings Per Share变多了呢 他的PE就是他的市盈就下降了 大家知道一个成长性很高的公司 或者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很 成长的比较快速的科技公司 或者说像是AfterPay这种 还没有赚钱的公司 他们的市盈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那所以说呢 那像价值型的公司 他的市盈率是较低的 那他这么去做呢 就是为了把自己从一个成长性公司 向一个价值型公司转型 因为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澳洲 有很多机构啊 尤其是一些以长线投资的 这些机构投资者来说 他们是会 他们在去做他们的这个 asset allocation的时候 他们去配置资产的时候 他们是会有一个 他们不会配太高的成长性公司的股票 他们会比如说成长性公司 可能是30% 然后价值型公司 可能是30% 或者再去配一些债什么的 所以说呢 他这样子去做呢 主要是为了吸引机构投资者 尤其是比如说一些养老基金 对不对 还有像是比如说像是 巴菲特 巴菲特大家知道 他是一个价值投资者 他不会去 他几乎都是在去寻找一些 undervalue的股票 他不会去太多的去投 这种成长性特别好的公司 所以说他主要是会去吸引 这样的投资者 好 这是拆股啊 所以说我们综合来看他的原因 不管是想要去增加流动性 可负担性 想要吸引散户 还是说去吸引机构性的投资者 怎么样子来看 他都是对 这个公司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所以说我们也不难去知道 为什么特斯拉还有苹果 他们在公布可以公布进行股票拆分的当天 都股价都上涨了10%以上 那我们平时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像是这样子的一些消息啊 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买入的机会 好 那拆股反过来呢 就是就是并股了 拆股 我们是把一股 比如说拆成五股 或者说一股拆成两股 那并股就是 比如说我把两股合并到了一股 那他同样也是不影响这个公司的市值的 他只是拆股的一个反向操作嘛 股数变少 股价变高 公司的市值是不变的 那他的原因呢 就相对来说 被动很多 通常都不是公司非常主动的 非常愿意的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因为他通常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比如说有一些交易所 他规定 有一些股票啊 他如果他的价格长期低于一块钱 或者说一毛钱 或者说多少 他就会被交易所所摘牌 那一个公司 他的股价如果长期过低的话 他能够想到的最简单 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他并股 对不对 我五毛钱的股票 我两股并一股 马上就变成一块钱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原因 最简单的操作手段 所以说他 其实大家也知道 就是不太好的 那么一个消息 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实现 这么一个股价的增长 他就只有采取这种 比较被动的手段 那还有就像是 比如说发行股数太多 他做一些病股 让他的股数减少 那还有在通常啊 大多数的情况下 在股价 他因为病股上升了之后 他股价再次上升了嘛 很多时候 这个时候很多机构 就会再次入场去做空 他们 价格上升了嘛 他们找到一个好的位置 又去做空 那股价还会再次下跌 所以说病股 是一个 对公司来说 或者说对投资者来说 都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 都是利空的 那么一个消息 那很多时候 一个公司 病着病着 这个股病着病着 慢慢的 他就退市了 他就摘牌了 这个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 其他因素像是花旗银行 他当时 他也做了一个病股 2011年的时候 一个病股 是十股并一股 他当时 但他的原因比较特殊啊 他不是说怕被摘牌 他是因为他的当时 他的这个股价是 低于五 低于五美人 低于了五美人 那在美国 他规定低于五美人 价格低于五美人的 股价的股票呢 他是叫做Penistock 先股 那你这么一个先股 那作为机构来说 他们是 他们是有规定的 对不对 他们的policy 他们的 不管是自己的规定 还是金融机构 金融监管机构的规定 他们是不 不能去配这样子的先股的 那所以说花旗 他没有办法 当时 但是当时又是 金融危机以后不久 他就做了一个病股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操作方式 然后让他的股价高于 五美人 然后可以 能够也是去 为了去吸引机构的投资者 那所以说这个就是 拆股和并股的 那么一个 一个背后的原因 和他一个现象 那在今年 我去看了一下 在今年为止 在澳交所上市的 ASX里面的股票 还没有进行过 拆股的 但是已经有30多家公司 进行了并股 并股的这个 list 我去有 但是今天就不给大家看了 当然明天可以 给大家看 如果说感兴趣的 可以去看看 有哪些公司进行了并股 我大概看了一下 没有很大的公司 其实也知道 大家也知道 今年上半年 这个经济状况 也不太好 然后澳洲大盘 也是跌的比较厉害 那进行并股也是 可能是对一些公司来说 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手段 但是如果说 大家手上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 可以稍微留意一点 那总之来说 拆股基本上 就是一个利好的 这么一个消息 那并股就是一个 比较利空的消息 所以说大家平时看到 这些新闻的时候 可以心里有个数 这个股票方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这个10月底 是美股的财报季 它是季度财报 是2020年第三季度的财报 那像今天是周二 那今天夜间会有这个微软 还有这个MM 就3M做那个什么 比如说口罩 还有做那个叫什么贴 那种防滑贴的 这个他们公司会公布财报 那像是到周四会有苹果 亚马逊 Google和Facebook 这几家大的科技公司 会公布财报 所以说我 我一开始的时候 也跟大家说 这两周市场波动会比较大 一个是因为大选 还有一个就是 公司会有财报的出现 那财报季呢 这个股票的这个 波动是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你 你作为投资者 你很难去猜测 公司的这么一个财报 还有比如说像是公司 他已经形成的 一个股价的技术形态 可能他就会因为财报的出现 基本面的改变 直接就改变这个 个股技术形态的改变 所以说大家 如果说 如果说 没有仓位的话 其实我建议 这两周 我自己觉得是 以观望为主 以观望为主 然后如果说你 是有仓位的话 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 对冲啊 因为 这两周 确实情况比较特殊 而一周以后 马上美国就要大选了 然后 指数上的波动 也会比较的大 那中个股 轻指数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自己 有比较看好的一些个股 那你当然可以 拿着 或者说 趁他回调的时候 去 加一些仓 或者说去买入一点 但是呢 指数波动比较大 大家就 稍微注意一点 那在 美国大选的那一周 11月2号到11月6号 像是外汇 还有一些 这个商品 他们的波动 也会比较大 那我们 如果说在公司 有账户的朋友 可能今天也收到了 我们的邮件 我们有一个 杠杆的一个调整 大家一定要 多留意 好 我们讲今天第二个话题 讲的有点慢 如何寻找支撑和阻力位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支撑和阻力的定义是什么 支撑 它的定义就是 当价格 跌到某一点的时候 它停止了下跌 甚至它触碰到支撑 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还可能回升 这是因为 多头 它通常会在支撑的 这个价格买入 那这个起着 阻止价格下跌的 这个下方的这个价格 就是一个支撑位 在这个时候 市场就消化了 已经消化了空头的力量 多头开始推升价格 那阻力呢 它是价格上涨到 某个价位附近的时候 价格停止上涨 甚至回落了 它是走势上方的一个价格 价格在上升的过程当中 逐渐的消化了多方的力量 在这个阻力 我也一般来说 空头 它就开始入场了 开始打压价格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定义 应该大家是知道 是了解的 那如何去寻找支撑和阻力 我其实去找支撑和阻力的 位置的方法很多 不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 但是我总觉得这几个是 我们自己应用起来 比较快速 比较简单的 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 没有特别复杂 第一个是前高和前低 那很简单 就是之前的高点 那就可能是 我们的一个阻力位 或者说之前的低点 是一个支撑位 那从心理的角度来讲 如果说当股价 它上升到了一个高点回落 然后如果说股价再次上涨 那那个时候 如果说当价格 要触及到那个高位的时候 已经会有人想要去获利了结了 所以他们会去抛掉这些股票 那这个高位 它前面的这个高位 它就是一个阻力位 那股价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那就是如果说这些人 他跌到之前的一个低点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空头他就会获利了结 那空头的获利了结是什么 空头获利了结 空的反方向就是多 那所以空头的 他已当获利了结了 那就他的 他去获利了结 他就会去做多一点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他的股价就会相应的上升 我们可以看一下 随便给大家找了一个这个例子 这个是ANZ的这个股票 那我如果说我们在 在我划线的这个区域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如果是在 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 你的前期的一个高点 可能是这个位置 也可能是这个位置 那他可能就 他们刚好是在一条线上 那很可能就是 你那个时候你可以 可以找到的一个这个 这个阻力位 对不对 就差不多是这个线的地方 那确实在之后的这一次 这一次 他也确实形成了这么一个 价格的阻力 对不对 碰到这个位置之后 就回调了回撤了 那如果说你还是在 我画圈的这个地方 你站在这个时间点看 那你前面的低位 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可能找到 这是你的一个支撑位 那确实你在之后 你再去看 这位置它确实也形成了 一个支撑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 为大家去寻找支撑和阻力位的一个方式 前高和前低 这是很容易观察到的 好 下一个方式 就是整数位 整数位 价格的整数的一个关口 它可能会在心理上给人们造成压力 我这里举的这个例子是A50 A50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数位是 14000年的时候 14000年你拉过来看 它是一个比较整的一个位置 那确实你看到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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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它都形成了一定的阻力 所以说那包括我们谈到黄金 1900 2000 为什么说1900 2000 就是比较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像2000这种非常整的位置 它就是 它不是说我们说起来顺口啊 是说如果说当一个价格 很多人他都去认可它 都去认可它 是一个重要位置的时候 越多的人认可 就会让这个价格越有效 对不对 所以说当市场很多人认为 2000或者说1900 是黄金的一个重要的价格的时候 那这个价格它就是有效的 因为技术分析 它基本上就是基于人们心理的 这么一个 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技术吧 所以说像是整数 你看起来好像它没有什么道理 对 它在基本面上来看 它确实没有什么道理 但是技术面 它就是说 它会在给人们一些心理上的感受 好 这是整数位 那下一个就是移动平均线 移动平均线是支撑和阻力 有力的标准 那像是我们 我们一直给大家看的这个 这个图啊 这个蓝 这个很多条的蓝色的线 和很多条的红色的线 它就是移动平均线 那蓝色的这个线呢 大家可以记一下 蓝色的线是比较长期的移动平均线 红色的线是比较短期的移动平均线 那 如果说我们要去以移动平均线来作为 你找支撑和阻力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话 那大家一定要找稍微长期一点的 50或者说是60天以上的均线 因为它短期的没有意义 它短期的 它很容易就突破了 所以说我们去找比较长期的均线 这个均线越长 它的支撑和阻力的作用就越强 那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 这个图上黑色的均线是更长期的均线 所以它的支撑和阻力的作用会更强 那我们看 我这个是解的CASL的图 那如果说我们以这个蓝色的均线 作为它的一个阻力的价格 我们这里看到 它其实是挺难上破的 对不对 它大多数时候都是向上碰到了 它又下来了 我画到了 那像是这个黑色的更长期的169天的这个均线 它就更难上破了 它就更难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这是均线去帮助大家去寻找支撑和阻力的一个办法 而且为什么我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认可像这个均线 均线组的 因为其实最好大家不要把支撑和阻力看成是某一个价格 比较好的方式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价格带 如果是你把它看作一个价格的话 可能就是会怎么说 比如说你设的某一个价格是你的这个 你比如说你用一个支撑价格做了你的止损 那然后呢 在你真正的操作当中大的机构 它当然也是知道这个价格会被很多人设成止损的 所以说他们会故意的把这个价格往下拉一点 它不会是那个价格 它比如说你奥远 比如说你 我随便举个例子 0.7你设一个你的止损 那到了0.7的时候 可能有些机构它会让它的价格再下到0.69多少多少 这个时候呢 再去 这个时候它再来收割啊 所以说我觉得 比较好的是一个价格带 这是移动平均线作为支撑和阻力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趋势线 趋势线呢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画 但是趋势线 我个人认为趋势线没有移动平均线好的一点 就是可能每个人画出来的趋势线都不太一样 那但是趋势线它确实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支撑位和阻力位的 像是这个图里面啊 这么一条趋势线 那大家也是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是德指啊 趋势线它也是作为了这么一条支撑 好 然后呢 在这个上涨趋势当中没有被跌破的这个上升的趋势线 这条蓝色的线啊 为价格提供支撑 但是一旦突破啊说明行情出现了反转这里一个大的突破 那行情就反反转了这个趋势线被跌破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做多的就不要再硬撑了因为趋势已经反转了我一直觉得大家不要去逆着趋势做不要老觉得自己能够抄底啊或者说是什么样子我觉得顺着趋势做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较理智的那么一个啊 嗯 脚印方式吧 好所以说这个方法总结我们如何去寻找支撑和阻力 第一个是前高或者前低刚刚讲过之前的高位和低位大家可以啊 标记一下 还有一个是整数位比如说像是黄金A50都存在着那么一个整数位包括呃这个ASX2006000对不对 我们也是说它是很重要的整数位还有均线这个均线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个支撑和阻力的还有是趋势线 几个比较常见的方法那其实像支撑和阻力啊他们是会转换的 比如说当一个价格啊他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当他上破了他的这么一个阻力位的时候这个阻力位马上就会调整为变成他的支撑位 而就像是我这里方的这张图 这个这条蓝色的地方他本来是一个支撑位呃本来是一个阻力位对不对啊 但这个趋势一旦上破了之后他马上他就变成了一个一个阻力位 所以他他是会这样子来回转换的 好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他会来回的转换我们可以啊还是借这张图啊 那还是左边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蓝圈的地方 在这个蓝圈的地方这个时候他可能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他是多头他认为他判断啊在这个时候 这个蓝圈的时候呃这个他的他认为这个阻力位已经被破了啊 他这个要上涨了一个突破上涨的趋势已经形成了 多头他就会做多那空头呢他是会认为这个价格到了这里之后 他会被啊这个阻力位啊他会碰到这个阻力位会下跌 或者说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假的突破 那空头会选择在这个蓝圈的时候他会去做空 好那这个时候啊市场行情继续走 那走到这个黄圈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不管是多头和空头他的心态可能就变了 那像是这个呃在黄圈的这个价格又在一个高位的时候 这个多头他就想呃我是不是等到价格回调的时候 呃我要加一点仓 或者说是我之前为什么没有呃用更重的仓文 因为这个上涨趋势很明显了 但在黄圈的时候空头他又会觉得呃我是不是应该要止损 我是不是应该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离场了 所以说如果说啊行情继续走走到这个价格又回到这个新的这个支撑位的时候 或者说回到之前的阻力位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这个红圈的时候啊 多头他就会去选择加仓 像我刚才说的那空头这个时候他就想要离场了 那空头的离场他就是去做多单嘛 那不管是多头的加仓还是空头的空头的离场 那在这里呢啊都是都是有多单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价格碰到这个位置又弹上去了 就是说这个这个前期的这个阻力位啊 他碰到之后被反弹新的支撑位 他就是这么形成了啊 所以这是这个阻力和支撑形成的这个呃一个心理的因素 好那在我们找到这个支撑和阻力的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应用他呢 相信大家用最多的就是去 他可以去帮助大家设置止盈和止损啊 尤其是止损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再去做呃股票比较稍微短线一点的交易的时候 我们如果找到他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那你在支撑位的下方一点去设一个止损 因为如果说他跌破了这个支撑可能呃趋势就有反转了 所以说这是呃比较呃简便的帮大家去找到一个我要离场 或者说我要去止损的那么一个位置啊 这是他的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就是帮助判断趋势就像我说的如果说是呃跌破了呃阻力位 那你可能要去考虑呃就像是这这个图片如果说跌破了呃呃这个支撑 那你可能要去考虑这个呃价格的趋势是不是呃有一个反转了 是帮助大家去判断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利用支撑和阻力 去判断你要去呃入场的一个时机比如说还是以这张图为例啊 比如说还是这样图当在这个画蓝线的区域的时候你还没有找到很明显的呃趋势的变化 或者说是价格的反转的时候他只是在这个区间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啊 没有没有趋势的反转对不对没有价格的突破你可以在靠近支撑位的地方支撑的地方去进场啊 做多然后在这里啊是指引这里呃支撑的下方设止损你可以这样子去判断或者说如果说你是去做空的话 那你在呃阻力阻力的附近去入场然后在阻力的上方去设一个止损 所以就是他能够帮你去找到一个呃入场和出场的时机还有趋势的突破 那呃最后想说是我们最好是可以把支撑和阻力看作一个价格带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价格 这样子是比较明智的所以说当你是像我刚才提到你如果是想要用这个趋势线 而不是像你想要用这个均线来作为支撑和阻力的判断依据的话 我们最好用这个均线组是比较合理的那这个均线组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多次的这个代入顾比的这个复合移动平均线的模板 那这个蓝色的是长期均线组如果说没有的朋友可以找我们要一下这个模板 然后运用在MT5或者说MT4上 是非常好用的已经都说过这个这个复合移动平均线的好多好多种用法了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个话题就是讨论一下澳大利亚的方式 为什么突然想要跟大家讨论澳大利亚的房式 好像这里这是我在朋友圈看到的 如果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在可能前两周吧 一两周之前 你看这是悉尼的某个房产的拍卖现场 这是在悉尼啊不是墨尔本 那么多人 我当时一看我震惊了 我说这个澳洲的房市就跟季节一样春天到了什么 然后所以说我就想说澳大利亚的房市它究竟还能不能恢复 那像是疫情造成的这个房市价格的下跌 它究竟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 其实我个人看来它是短期的 房市房价下跌是短期的 我认为澳大利亚的房市还能恢复的 并不是说疫情并不是让那些本来就想要买房的人不买房了 这个需求只是被推迟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房市它恢复背后的理由呢 还有一个就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们一定是不管是我们看到的央行的降息 还是放松这个贷款的条件 其实它都是能够去助力防澳大利亚房市的恢复 那像是它不仅直接刺激房地产投资 它其实还能刺激其他形式住房的投资 比如说改建和增建 那这是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包括像是Westpac西太平洋银行 他们的也出了一个报告 他们认为在明年年底 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 澳大利亚房价它可能会上涨15% 但在这之前澳大利亚会缓慢的下跌 所以说 所以说个人来讲对澳大利亚房市 并不是一个非常悲观 当然它恢复是需要时间 它并不是马上并不像股市一样对不对 马上钱到了就直接就涨起来了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恢复 但是它还是能够恢复的 那这个是一些机构他们做的一个预测 预测澳大利亚的房屋建造 可能从2010年的年初 2010年的年初就开始复苏了 在这个地方会达到一个 差不多是今年年底 它达到一个补底 然后就直接开始复苏 也是一些机构的看法 然后那这个住宅投资上面说是房屋建造 那住宅投资的低谷可能是在2021年的年中 那就是明年的年中开始 开始反弹 那个时候会达到低谷 所以说呢 大多数的机构 包括像我这样的个人 都是认为澳大利亚的房市还是有望恢复的 所以说我们在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看这个澳大利亚房市相关的一个股票的话 我这边有列举三个公司 他们不是直接的房地产的建造商 他们大多是建材建筑行业相关的一个股票 一个是第一个是Bingo Bingo是它是去做废物管理和回收公司的 之前我们在很早以前我们我记得应该是Coco吧 就推荐过这个公司 那如果说是像是地产行业的恢复吧 一定会拉动像是这样子的这种废物管理啊 供应链啊环境管理等等等等的这方面的需求 那第二个是这个阿德莱德水泥公司 它主要做的是一些石灰方面的生产 石灰和他们的这个衍生出来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什么混凝土啊骨料啊等等等等 它是澳大利亚水泥和熟料产品的第二大供应商 占的这个市场份额非常大 30%的市场份额 那还有像是比如说这呃我们之前有提到 如果说政府他想要通过基建啊去基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快速的增长和解决就业的话 其实呃这个这方面建材有关或者说是像是这种啊水泥啊等等等等 这方面都是有一定需求的啊第三个是这个BLD BLD是我一开始今天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是他也是一个呃建材的供应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建材供应商 那他的产品等等也是跟这种建材相关嘛 所以说呢他也如果说在明年开始啊呃澳大利亚的房市有恢复的话 那像这种建材的公司啊他一定是会有呃这方面的利好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现在都是比较低的价格 那所以这是呃然后今天之前给大家给大家讲到这个 BLD有把他的一个业务出售啊但是今年呃今天价格是涨了 那这个今天差不多给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呢就是这么多 然后我呃接下来可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因为时间也不太多 几分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呃课程还有活动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这个打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好这个课程的介绍就是我们现在的课程的调整呢是周一啊的高级客户专属培训课好 但是好像是这周一还是下周一我呃之后会确认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年的这个 grant老师的课程呢就讲完了然后明年再跟grant老师呃再去做续约 那之后我们周一的这个课程呃如何去上我们会再并行通知 那周二就是大家现在呃正在上的线上投资小课堂 呃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么一个形式给大家分享一下呃我们对市场的这个见解或者说一些新的消息或者说呃跟大家一起交流 那隔周三呢我们是每隔周三因为之前我们是每周三都有微信的直播 但是确实是呃人手有限有点忙不过来 所以我们把它改到了每周三就一个月两次 那像是明天明天是周三啊我们就会有一个微信的直播直播的方式呢就是互动性会更强一点大家可以看看到我们 然后呃现场的这个呃互动会比较强一点呃周四就是手把手 实操教学啊手把手实操教学是我们呃新开的那么一个课程 他会跟大家讲更多的呃实练方面的内容 那手把手实操教学的这个课程呢就需要大家在参与之前呃有我们的账号或者说有我们的模拟账号也是可以的啊 这是我们呃呃这个每周一二三四几乎都有的呃课程的一个介绍 好 我冰的价格是2块5毛6不好意思写错了好不好 我可能是前两天看的价格 然后啊然后这个11月的重磅课程放在这里放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有人问这个mqg好像很扛跌啊请分析一下其实一般来说因为mqg它是金融公司嘛 金融公司一般来说啊像是大盘跌的比较厉害的时候呃这种银行类的金融公司他们确实就会比较扛跌一点而且mqg之前我们是呃有出过股评啊就是我写的他是呃还是比较看好的但是距离写股评到现在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了 好当时可能写股评的时候是80块钱吧现在应该是呃100多然后像是最近还有一个呃金融公司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是叫做cgf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公司的他是做养老基金的因为嗯长远来看像是澳洲他的老龄化比较严重嘛那基于澳洲老龄化的呃这么一个现状吧 那像是cgf这种他主要是针对做这种呃养老就是做退休人员的生意的他主要是做比如说像是年金呃你比如说你投入一笔钱到他们公司他每个月都可以呃给你固定的一笔收入一直给一直给一直给forever这样给下去那他是解决了呃澳大利亚老龄化人口背后的一个就是说呃担心自己老老年人担心自己生活费不够用的那么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有这个市场的然后还有呃呃一个就是他也做了他还开脱了是日本的这个市场日本也是老龄化很严重嘛那有人提到这个ASBASB是呃这个一个国防股啊国防股他主要是做国防类的船的 他是上周吧上周是有一个新闻报道他说在一个项目里有有一些腐败说他有腐败但是公司马上他就他就什么他就发了声明去反驳他说没有说是正常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业务啊这个ASB大家去看一下他的财报可以看到他的呃这个国防的船只的业务70%还是80%的收入是来自美国的 他主要是给美国做船的那这段时间大家也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么一个情况可能是他对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也比较敏感一点所以这两方面呢让他比较的这个这个受的影响比较大 我来看一看还有什么问题 好然后我我的这个画面停留在这里啊11月我们的重办课程 三个周四给大家讲呃就是会请到戴若顾比先生给大家讲我们的这个呃更多的技术方面的呃是实操类的这样的课程课程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如果是用电脑看的朋友的话直接扫一下右下角的二维码呃如果说用手机看的朋友你截一个图 然后等一下用呃手机的微信或者说手机的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照样机或者说浏览器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啊这我们的大家看到我们的第三节 在戴若顾比先生的这个第三节课他也是会讲到这个顾比的复合均线 那他但他本人对这个顾比复合均线的理解肯定可能又比我们的理解更加深刻或者说他又有一些新的新的体会那第二节课会给大家讲设定有效的止损啊 然后第一节课会给大家讲到这个杯柄形态杯柄形态本来我是想这些课也说一下的但是一看嗯马上戴若顾比他就要讲了那我还讲什么呢对不对我就呃我就那个什么了啊有人问Zip Z1P还可以进吗我呃个人看法我不太特别喜欢这个这个 这一类的股票包括afterpay呃我也个人不太喜欢那我们一直都是说如果说我们要去做一个行业的公司的话那我们尽量的去选他的龙头的公司这是我们反复呃跟大家强调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做先买后付呃你其实afterpay比起Zip来说他是会更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他市场占有率更大但是呢他相对来说股价确实比较高嘛那Zip他可能 盈利会比afterpay更晚啊再加上我个人我个人是呃个人喜好问题吧我不太认为像afterpay和Zip这样的公司是真正的科技股啊我觉得只是批了一个ye而已他真正的科技含量在哪里我确实还没有看到我觉得概念大过实质吧就是呃还是被高估了确实被高估了但是但是没办法有时候有一些 有些时候呢他被高估了但是还是有人会继续去选择去进嘛所以这个这个而且afterpay他是先买后付他们是玩概念玩的很好的公司经常给大家出一些消息出一些新闻来给给给给大家给大家一个买入给大家一个跟风的理由啊 那你如果但是怎么说呢看你如果是想做一些呃短线的话我没有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你如果说是想要长期持有的话你看一下自己的资产配置 好吧你不要把很多的钱都放在这种披着科技呃外衣的所谓的科技公司上因为就算他是一个真正的科技公司啊也不太建议把你的很多钱都放在一个呃成长性很高还没有开始盈利的公司上面 啊这个是呃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时间稍微有一点超过了但是还是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呃明天明天是呃Joy和呃我们的嘉宾会给大家的直播呃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扫码来报名啊一个是明天的代入顾比先生是要下周 看一下时间呃下周四下周四是代入顾比先生的然后明天就有一场直播 大家可以来看我们是邀请到了啊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所以说是新鲜的面孔啊Joy搭配我们合作伙伴啊徐峰呃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可以也是八点到九点的这个时间大家吃完饭之后打开手机看一看现在扫码或者说是呃在微信上问一下我们都可以啊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差不多了就是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给我们留言 或者说是微信上呃呃呃打电话或者说发邮件都可以我们的广广告广告就不多说了广告大家就是呃开户以后大家可以呃获得的一些标准化的服务就是是标准化服务那还有一些呃比如说针对VIP的呃服务像是股评像是每天早上我们的呃交易机会的提示 啊以短信的方式发给大家的等等等等然后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可以有的好所以联系我们大家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问题在我们上班的时间左边是微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啊大家扫码可以加或者说啊肯定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加了那中文电话0386580603 还有邮箱啊大家不是很喜欢给我们发邮件啊我其实还挺愿意看到大家给我们发邮件的因为邮件的沟通我觉得是呃我我个人挺喜欢这样的方式的因为特别的呃怎么说详细和正式大家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我们都能收到了我们的这个呃inquiry的这个呃邮箱呃我和麦克都能看到的 大家有任何问题给我们发邮件或者说打电话都可以然后墨尔本解封了嘛呃但是我们还没有通知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嗯所以说等到我们这个呃解封之后也欢迎大家到办公室来做客呃有人说Joy好像感冒了注意身体啊多休息我不是Joy我不是Joy啊我是Vanessa嗯那也有可能你是私下知道Joy感冒了 好那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线上课程就暂时到这里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打电话发邮件或者说微信上问我们或者说直接到公司来找我们都可以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拜拜